中龙岩瀑布夹带充沛水量 倾斜而下 气势磅礴 游客沐浴在满满水汽和布林子当中 浸凉舒爽 时期全销 暑假期间现在天气比较热 那大家就是往山去跑 南投山林溪有森林有瀑布 每个假日都有自己大批游客 礼拜六日大概会到达这个呢 七千到八千人次 天气好热 均温二十度上下 体感落在二十三到二十五度的 避暑胜地人潮满满 台中武林农场游览车轿车 也是一台接着一台 光是这个周六入园人次就有 一千四百人 周日也还有一千多 住宿率百分百 一旦天气非常热 武林农场 福寿山这边上面的地暑 福寿山农场也差不多 周末逼近满房 消暑热潮 一路持续到十一月 台北的四海水公园 一早一涌进不少细水民众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 花莲的复原更测得 四十一点六度的高温 破今年纪录 蠻热的 加上说现在出台这样好吗 我做完复这样 弄得倒不住了 花莲玉里卖冰品的摊商 热到满头汗 气象局从周日到周二连三天 发出红色高温警戒 周三受到清台影响会开始 下雨气温有望下降 解中部综合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